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三册的第29课了 就是Lesson 29, Funny or Not,是否有趣 这是一篇讲并太幽默的这么一篇文章 咱们首先先来看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好,请同学们打开书到138页 打开书138,138页 跟老师先把生词短语达成读一遍 Okay, read after me Largely, largely Comic, comic Universal, universal Comedian, comedian Distasteful, distasteful Pastor, pastor Dread, dread Recovery Recovery Plaster Plaster 得注意,手石膏这个词呢 在英式发音前面发啊的声音 后面没有卷式音,读成plaster Plaster 但在美音中依然是把啊变成啊 变成啊加卷式音,因为字母儿嘛 勾手头读成plaster 两个翻译都对 咱们分别读一下 plaster plaster 两个翻译都对,都好,都会听到 接着往后走 Console console obble obble 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汇 我们就是来看一看这个 很大程度上 主要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程度 副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largely largely 注意 是很大程度上 或者主要的 咱们先看一看 它相当于什么样的单词或习语 咱们看英文解释 largely to agree extend 或chiefly 很大程度上 我们知道这个extend不是程度的意思吗 在很大的程度上 它是跟to搭配的 或者相当于chiefly 主要的 什么什么 就是程度很高 绝大多数 主要的是如何 咱们看看用在什么场合 通过一个例子看一看 比如说 它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它努力的工作 它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它努力的工作 his success was largely due to his hard work 你看 它的成功 was largely due to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努力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largely 本身是个程度 副词 表示程度的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它换成 to a good extent 或者这个chiefly 是一样的 但是largely 这个副词 是个多一词 除了第一个词 表示程度 很大程度上之外 它也可以表示 广泛地 因为large 本来就表示大的意思 表示广泛地 大量的 你比如说 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说这个理论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就很多很多方面 都在应用这个理论 广泛地 我们也可以用它 你看这句话 the theory was largely adopted 这个理论 得到广泛的采用 后面这个adopt 咱们以前说过 可以表示领养一个孩子 那么派生意 也可以采用采纳 某个方法 某个措施 某个理论 这个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大量的采用 都可以复习一遍 large 两个意思 第一个 程度复词 很大程度上 主要地是如何 第二个 广泛地 大量地 我们都可以用它 我们通过力气之后 对这个单词使用场合 有个更适用的把握了 这个词呢 看到这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词 跟同学搞混的 就是mostly 这个mostly 大家注意个 它是一个时间频度的副词 翻译成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表示时间的频度 我们在大声度下 mostly 跟这个large 区分开 它的英文解释是 in most cases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是一个时间频度的副词 咱们同样通过例子体会一下 we are mostly out on weekends 怎么翻译呢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在家 周末 一般我们都出去 您来一下 打个电话 问一问 要不然会扑空了 你看 就是并不是每个周末 都在外边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是表示时间的频度 好 这是我们看到 large 这个词 它的一些重要的含义 两个使用的场合 它的一些替换 还有它的一个近义词 容易搞混的词汇 这个词重点 我们跟老师就看了 希望大家不要用错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所以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喜剧的可笑的 注意 本译表示喜剧这个剧种的 太生意呢 就是funny 滑稽可笑的 都可以用它 那么在英诗发音里面 这是发哦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按英联邦国家的发音来读一下 comic comic 发哦 哦 comic 但美式觉得哦 费劲 所以在哦 在美人中 这么说大多数呢 会变得啊 这个声音 所以在美人中这么读 在里面 comic comic 确实大家觉得美人嘴更舒服一些 不会哦 不会去嘴了 反正啊啊 comic 一张嘴 这词就出来了 就是喜剧的 或者滑稽可笑的 我们知道它可以跟这个喜剧 这个词同时记 因为喜剧 就是跟它拼写类似的 这么一个同根的名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medy comedy 就叫做喜剧 那喜剧的呢 把后面 edy 去掉 我们的ic ic 是形容词字根 喜剧的派生意 是滑稽的 可笑的 再读一下 comic comic 它可以跟喜剧 这个词同时记 那我跟它举一反三呢 还有好多 我们先看表示滑稽可笑的 一些替换 荒诞的 滑稽的 为什么 这个好笑的 好多 比如说funny 大家可能最熟悉 或者amusing 令人觉得很可笑的 令人喷饭的 还有diverting 都可以表示滑稽的 可笑的 我们分别把这几个 同一词大声读一下 funny funny amusing amusing diverting diverting 可以表示滑稽的 可笑的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comic这个词 是来自于喜剧这个词的 一个派生的形容词 那么可以举一反三 多记几个 表示剧种相关的词 多了去了 你看 悲剧 悲剧的 我们同时可以同时记住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悲剧这个名词 先读右边这个名词 慢慢来 tragedy tragedy 这表示悲剧 跟那comedy 喜剧 拼写也有点像 可以同时记 同样的 它的其中词形式 你看 字形变好有规律 都是把后面的 edy 去掉之后面的ic 本译表示 悲剧的 派生意 当然是悲惨的 非常令人觉得同情的 悲惨的 我们再大声来 Tragic Tragic 这个词汇 我们早在第十课 泰坦尼靠的沉默 就见过 The tragic th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这个巨轮的 悲惨的沉默 就来自悲剧的 这个词 派生意叫悲惨 那剧种非常多 我们还有一个剧 叫闹剧 荒诞剧 闹剧 荒诞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词 慢慢来 先读名词 右边的 Fars Fars 指荒诞剧 闹剧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注意 是把这个 E去掉之后 变成I 再叫CAL 也构成一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Farsical Farsical 这个词本意 还指着剧种 闹剧的 跟闹剧相关的 派生意叫荒诞的 荒诞的 荒诞不惊的 非常离奇的 它跟闹剧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派生意 还有干脆 各种戏剧 放在一块 咱们都可以叫戏剧 我们先读一些戏剧 这个名词 先读右边这个 Drama Drama 这个戏剧的 那么 这是戏剧名词 戏剧的 在后面加TIC 变成形容词形式 这个形容词形式 大家特别熟悉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Dramatic Dramatic 由Drama 变成Dramatic 本意呢 表示戏剧的 跟戏剧相关的 派生意呢 就是戏剧性的 令人觉得很兴奋的 达到剧情的高潮的 戏剧性的 在某个戏剧性的时刻 这个秘密被公开了 某人也鸣声扫地 咱们在24颗贵中骷髅 见过 At some dramatic moment The secret becomes known And the repetition is ruined 咱们还记得吧 戏剧性的 就是它派生意 本身是戏剧的 跟戏剧相关的 好 我们把这个 喜剧的这个词 相关的就同一词 还有它的 同样一个异群之中的 都是跟戏剧相关的 派生 可以放到一块 把它切除就好了 好 这个词重点 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普遍的 全世界的 注意这个词 特别容易翻译错 普遍的 世界性的 注意不是宇宙的哦 因为我们尽管 这个名词 universe 如果把al去掉 还成字母e 确实是宇宙的意思 但universal 特别注意翻译 它是普遍的 世界性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字母v出现 还是上牙 轻轻触下唇 这个动作 再来呗 universal universal 叫做普遍的 世界性的 一定要注意哦 它没有出地球 就这么地球上 普遍的 那么我们看看 它的容易搞混 这些词汇 比如如果 就说宇宙的 宇宙的这个 到了第四册的 第五课 use 青年 这个书就碰到了 我们先读一下 宇宙的这个词 cosmic cosmic c-o-s-m-i-c 这个词本身 确实跟宇宙相关 叫宇宙的 它来自什么呢 来自宇宙 这个名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smos 中间这个发z 后面这个s发z 所以是cosmos 在那边 cosmos cosmos 这个词做名词 是宇宙 它的其中词形式 就是cosmic 这是真正是宇宙的 这个跟universal 要区分开 它还有好几个行进词 你看 我们刚刚见过 那个喜剧的 滑稽的 还记得吗 那个拼写发音 类似 只不过少了一个s 我们再读一下 喜剧的 滑稽的 comic comic 这是喜剧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叫彗星 天上那个 像哈雷彗星 用彗星这个词 发音类似 只不过最后是t结尾 一t结尾了 我们大声地讲 commit commit 读快了之后呢 末尾的t 还有的 会失去爆破 我们再读一下 最后这个t 舌尖顶上去憋住气 在那边 commit commit 这是彗星 这是名词了 彗星 天上的这个彗星 还有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的 叫化妆品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cosmetics cosmetics 这是化妆品 咱们再回顾一下 这几个词啊 我们一个一个 在复习片先读第一个 宇宙的 cosmic 好 宇宙名词 cosmos 喜剧的滑稽的 comic 彗星名词 commit 最后化妆品 cosmetics cosmetics 这个化妆品 还有一个词 叫makeup 就是make 我们直接加up 构成个名词 makeup 但这两个化妆品 不一样 中文一样 但是英语中用的场合 不一样 这个cosmetics 是表示买来的 瓶瓶罐罐 放在瓶子里的化妆品 而这个makeup 是擦到脸上的化妆品 所以含义 还是不一样 使用场合不同 这个女孩子 素面朝天 布施粉袋 没有擦化妆品 some question the girl doesn't wear makeup wear 就用穿衣服 戴眼镜 这个词就好了 w-e-a-r the girl doesn't wear makeup 就不能说 the girl doesn't wear cosmetics 那麻烦了 这瓶瓶罐过化妆品 除非脸上钉钉子 瓶子挂上去了 这个不对 这个把它弄清楚 但是universal 跟他们都不一样 universal 比较是世界性的 普遍的 它的一些替换呢 是这几个词 跟它是类似的 我们分别一一来 大声读一下 第一个词 global global 第二个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第三个 worldwide worldwide 这三个可以表示 世界性的 普遍的 好了 那英语现在就是 个世界性的语言了 各个国家都在学英语 你看我们就可以用它 随便拿一个形容词 来造过句子 我们这几个词 都可以替换那个universal 比方说看这么句话 English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herefore if you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is language you hold the key to success 这鼓励我们 把英语学好了 英语现在已经变成了 一门世界性的语言了 很多国家都在学英语 因此怎么样呢 如果你找这门语言 掌握得好的话 这个command 就掌握 精通掌握 this 怎么样 你就抓住了 通向成功的钥匙 you hold the key to success the key to 什么 就开什么门的钥匙 抓住了通往成功的钥匙 咱们个老师 可以复述一遍这句话 English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herefore if you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is language you hold the key to success 你抓住了成功的钥匙 因为世界性的语言 叫international language 我们用那个什么 global worldwide 也差不多太多 也类似 世界性的普遍的 这是universal 它所形容词的这个意思 那它的副词形式呢 用的也比较多 就是普遍地 普遍怎么怎么样 我们大声读一下 universally universally 同样注意 没有出地球 没有出地球 是普遍的 世界性的 我们有个习语 顺着可以记住 这个句型呢 it is universally known that 就是怎么翻译呢 就是大家普遍都知道 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球人都知道 这个事我们地球人都知道 这个事 it is universally known that 就是大家普遍都了解 这个情况 这是看到universal这个词 尤其注意不要翻译成 宇宙的一定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给老师就修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咱们一个又是跟喜剧相关的 叫喜剧演员 或者翻译成丑角 这个不能叫丑角了 丑角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median comedian 喜剧演员或丑角 这个相信大家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刚刚我们见过那喜剧是哪个词 叫comedy 对吧 c o m e d y 这把y去掉之后 变成ian comedian 重音后译了 叫喜剧演员 或者丑角 可以用它 但是这个词啊 我们可以跟另外一个词同时记 就是专门指喜剧女演员 这个喜剧演员 部分男女的都行 但是comedian一定指喜剧女演员 它只能指这个女性了 后边喜剧 咱们再复习就好了 我们大声一一来读一下 第一个喜剧演员 comedian 第二个喜剧女演员 comedian 重音往后移了 再来面 comedian 这个an这个音节中读了 再看最后一个喜剧 comedy comedy 再重复一遍 comedian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它指男女都行 comedian也是可数的 但只能指女演员 我们大声同时记 悲剧演员部分男女的 悲剧女演员和悲剧 这几个词 我们按顺序来 先看第一个悲剧演员 tragedian tragedian 你跟comedian tragedian 翻译有规律啊 中音都在第二个音节 再读一下这个悲剧女演员 tragedian tragedian 再读一下悲剧 tragedy tragedy 好记了 这个都可以的 都可以 这是指喜剧和悲剧相关的 那同样的我们在复习 以前在22课说过好多 比如说这个主角 男主角 女主角 主角 主人公 主角 就是领先主演的这个角色 角色 咱们以前22课讲过 可以用roll 或者part 所以主角呢 可以用领先主演的这个角色 我们大声读一下 leading role leading role 或者用这个表达 leading part leading part 还有一个主角 还有一个主角 我们到了第四册的21课 就是 William S.哈特和早期西部片 这篇文章 我们未来在四册会学到 那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protectist protectist 叫做主角 这主角可以用它 这都是 这个不分男女的 你要分开男女呢 那好了 男主角 或者用英雄这个词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男主容公 leading man leading man 再读一下另外一个词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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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ero这个词也表示 男主容公 当然也表示英雄 都没问题了 那变成阴性的呢 那女主容公 可以用这个词 不用leading woman 表示女士尊重 咱们lady这个词 那大声来读一下 leading lady leading lady 好 还有后面这个词 注意 我们在24课讲过 女主容公 或者女英雄 前面这个字母 要翻了A的声音 后面I-N-E 不要翻in 而是翻N 在那边 heroin heroin 这是女主人公 可以这么来说 但我们经常还听到 奥斯卡最佳配角也讲 那配角呢 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 supporting role supporting role 您是红花 我是绿叶 我来支持你 衬托你 这个supporting role 还有一个 有的时候会出现群众演员 这个词 就是跑龙套的 我们用这个词 大声来语 extra extra 这个词可以表现群众演员 或者翻唱 这个跑龙套的 在唱京剧的时候 打琴的 这么一个 好 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演员 相关词汇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喜剧员 这个重点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再看一看 令人觉得不愉快的 讨厌的 我们跟老师 还是大声先读一遍 distasteful distasteful 叫讨厌的 令人觉得很不愉快的 一看就 这是不是讨厌呢 讨厌的 令人觉得很不愉快的 这个形容词 我们先看这形容词 怎么使用 否则你光备来的话 我们能认识的 不会用 常见搭配叫 be distasteful to somebody 对某人来说 是讨厌的 就是某人讨厌这个事 对某人来说是讨厌的 你看有个非常常用的句型 这么说 it is distasteful to me to say this but 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 我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 我还要说 这个 这个就是 再说出一些 让对方可能不高兴的话 我们先用这个呢 说半句 给对方一个精神准备 对吧 比如说 it is distasteful to me to say this but 我不愿意这么说 就这么说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有些讨厌 令我不愉快 但是我不得不说 这个话还必须得说 就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我们 呃 你 这个 这个 你比如说吧 呃 声音开太大了 你听音乐 声音开太大了 我就有点令我烦了 但我直接说 我还是把音声音量关小一点 这可能就是唐突 我们可以这么说 it is distasteful to me to say this but would you please turn down the volume a little bit turn down the volume 声音开小 开小一点呢 我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呢 我是忍不住了 麻烦您把声音开小点 这么说就比较客气一些 就是对我来说 这么说是令我觉得不愉快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 有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i hate to say this but 这变得更简单一个版本了 我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我还要指出什么什么 也是在 说出一个 要麻烦对方做某事的时候 或者请对方来 做一个他可能不愿意做的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说 让对方有心理准备 避免他过来打你 i hate to say this but 我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还要怎么样 注意 distasteful叫 be distasteful to somebody 对某人来说 是令他不愉快的 就好了 那么 令人不愉快的 我们还以前讲过多个词 语气更重一些 叫令人做偶的 令人很讨厌的 令人做偶的 语气可能更重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一组词汇 disgusting revolting repellent 还有repulsive 咱们在23课里面 就都讲过 他们一对应的动词 就是disgust revolte repell 和repulse 都是表示 令人厌恶 令人作偶 这几个形容词 含义类似 都是表示 令人觉得非常厌恶 是令人又恶心 又吐的 这种 我们把它一组一组 再读一遍 在英语的长期复习 要不然就忘了 大声里面 disgusting 再读动词 disgust 形容词revolting 动词revolte 都是令某人厌恶 形容词repellent 动词repel 还是令人厌恶 形容词repulsive 动词repulse 令人厌恶 令人讨厌 就好了 这个一会儿在课文中 咱们一会儿看到 这些形容词的替换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